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键在人 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为本 把贫困群众和全国各族人民 一起迈向小康社会 一起过上好日子 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但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力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幸福不会从天降 小康社会等不来 怒将各族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从要我脱贫 变为我要脱贫 内生动力不断激活 主动脱贫 主动脱贫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增强 高黎贫山的亚平生态旅游风景区旁有一个同名的亚平村 这个李宿族族的族租 在2017年已经实现脱贫 脱贫 脱贫之后 创建诺江州特色旅游示范村 成了全村的新目标 最近村民风小忠 萌发了自己开一家农家乐的想法 但是和游客的普通话交流 对它是个难题 这天风小忠一大早来到乡里 走进了一间小学教室 下午 下午 这是一个专门教授普通话的特殊课堂 针对18岁至45岁 不会讲普通话的少数民族群众 福贡献开办了直过民族普通话集中培训班 您好 同学 您好 您好 同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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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羊皮村节部的小组的 哦 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风险忠 我听说十月亮特好玩 十月亮那边我们那边太可玩了 十月亮那边就 哦 哈哈 我们一起去啊 那是个电话联系哈 在较短的时间内 这里的学员就能够掌握基本的普通话生活用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 风小忠已经能用普通话介绍自己的家乡了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你们好 现在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药品植现在是怎么样的 我们药品植那里是现在已经通平了 应该每个人都学习普通话 学会了普通话就 好 跟头为为为地来的旅游客 谢谢 入马登乡的普通话培训班 还向各个村小组衍生 村里的大喇叭一响 就是大家上课的领声 出去黄叔叔流 出去黄叔叔流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五 央渴 如紫沙 头部 吐吐吐 好 这样 掌声掌声 近五年来 怒江泉州先后完成了 40596人的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普通话培训 创建了113个普及普通话示范村 四个县市全部通过国家普通话基本普及县验收 我希望我们 让匹村 将将都 富起来 我希望我的孩子学习 年年年好 我希望我们一战车 一天比一天更好 福贫福智 智智双福 有地方使得教育培训 带领群众走出素质性贫困 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让他们有事作 有精神 有希望 蓝平县 有一个苍江读书会 发起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标 他是法学教授 2017年 他来到蓝平县担任挂职副县长 读书会迄今为止举办了二十多期活动 他们秉持着启发心智建功家乡的理念 通过福智和福智双管齐下助力脱贫攻坚 读书会没有门槛 退休教师 中小学生都可以参加 他们以书为美 从阅读收获成长 用思考记录时代 我是一名一族小号 今年十三岁 我来自西乡 现在住在永安社区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冯雁红 今年十三岁 是一名次出生 我来自何西乡的同村 现在居住在永安社区 我比较喜欢看 叶生桃写的这本《稻草人》 红军不怕永安真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珠海 有个小有名气的贡山人 他叫刘敏 他在珠海贡山两头跑的双城生活 已经三年了 2017年3月 他和妻子在县里工作组的动员下 一起到珠海打工 因为能吃苦 爱学习 会团结人 刘敏很快成为了一名 打工经纪人 他的主要工作是动员 帮助贡山县的乡亲们到珠海就业 他们到珠海以后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 思想转变 他们有自己的目标 他们知道 只有在这外面复工 才有出路 出去打工 既挣到了钱 学到了手艺 又开阔了眼界 能从根本上改变老乡们的观念 2019年9月 刘敏又一次回到贡山 动员家乡的年轻人 和他一起到珠海打工 各位兄弟姐妹们 我首先也简单做了什么 其实我是 外出务工给刘敏带来的改变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要下定决心 离家去2000公里外的珠海 也需要勇气 贡山就业局 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有个已经报了名的人 临行前却打起了退堂鼓 来来来 走过来这边 昨天是一件事跟你说好的 明天我们也准备出去 又不客了 为什么不客 怕一个人 因为我们也是没出过院 当心了 当心了吗 因为没出过院 妹妹当心了 现在我们明明去这边 打工了快三年了 也在那边了解了许多企业 现在他们又已经凭我走 老五经济代表 现在就 最终 刘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打消了小伙子的顾虑 在刘敏看来 每动员一个人外出打工 就撒下了一粒追梦的种子 最终 有15位乡前下定的决心 大胆地走出了贡山 老五输出一人 脱贫致富一家 在珠海务工 不仅提高收入 开阔眼界 还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定期技能培训 生活补贴等福利待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世界工厂的流水线上 来自诺江大峡谷的工人们 感受着现代文明 付出自己的劳动 也收获着时代的红利 今天是卢水市乘改乡自拔村 进行2020年第三季度 三讲三平的日子 各村小组长 党员 建当利卡户代表 放下手中的农伙 到村委会参加会议 三讲三平是住村工作队员 和挂包帮干部 将帮扶措施 凭帮扶成效 村组干部将履职情况 凭工作成效 建当利卡评村户 将脱贫情况 凭内生动力 通过三讲三平 让村民们深刻地意识到 脱贫攻坚不只是政府和干部的事 而是实实在在 自己的事 全村向上的动力被激发出来 大家心往一处想 尽往一处使 自拔村的各项事业 都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发展得有声有色 怒江还开展了 石兴级文明户最美庭院评选 自拔村的牧里春大爷 今年七十多岁 儿女外出打工 家里只有老两口 两位老人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收拾得整整齐齐 东西讲不完的呀 上四年来 爹都痛了 我都痛了 放出这个 漂亮的口气了 他们从被别人照顾的对象 变成了村里人学习的榜样 福贡县马吉乡桥底村 组织村民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和美化 改变村荣村贸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独龙江乡搞起了家庭内务 每日一晒评逼活动 通过在微信群里 分享整洁家居的照片 不起眼的日常生活 也令人骄傲 加强乡丰文明建设 弘扬时代新风 培育新观念 倡导新生活 我们再练一遍爱我做好这首歌 利宿族有多声不合唱的传统 卢水市上江镇百花岭的 利宿族村民们组建了多声不合唱团 在团长范建文的带领下 他们用普通话和利宿语双语演唱的方式 排练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歌唱起来以后呢 大家都要很喜欢参与这个歌啊 而且唱了以后不会喝酒了 不会抽烟 不会打架到欧了 他参与了以后 已经解放了他自己的思想 他也很快乐 和幸福的感觉了 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 觉得感觉很幸福的 福贡献是怒江有名的民族文化歌舞之乡 每当夜幕降临 在福贡献城怒江西岸的安置点 百姓大舞台都会响起热闹的音乐 异地安置点的居民们 会自发地换上民族服装走上舞台 历宿族的百姓调 鹿族的鹿苏调 白族的龙头三弦都同台演出 2019年12月 贡献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县 怒江利祖族自治中 正走出一条脱贫攻坚 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合推进的发展之路 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 在鹿江各地竞相开放 李建中是福贡县法院民事二厅的厅长 国徽 法锤 原被告牌 贝罗等是他进山入村巡回办案的标配 今天他要去巡回审礼 福贡县上帕镇双米底村15岁公娘 宇哈尼辍学的案件 这样的官告民公益诉讼 怒江的探索实践走在云南全省前列 在山高鼓深的怒江 开庭难 执行难 只有将流动法庭开到老乡的家门口 才能体现法律的庄严 李建中他们去巡回开庭 常常一次就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国徽象征着国家的尊严 是巡回法庭最醒目的标志 每次下巷开庭 李建中都要亲自背上国徽 生怕有什么闪失 背着国徽就代表了国家和人民 我们作为游民司法服务者 那么就要行使这个司法为民的任务 无论这个路途多么艰辛 都阻挡不了我们将仿制 宣传到这个大山深处的脚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 李建中他们到达了双米底村 巡回法庭就设在村里的篮球场 悬挂裹灰 摆放法锤 设定原告席 被告席 就这样 一个检疫法庭就布置完了 法庭虽然检疫 但它的严肃性一点不减 每次开庭前 李建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全体起立 虽然形势上简单了 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减少 国会一挂 这个布局它就不一样了 它的严肃性 它的权威性就体现出来了 通过审理 原告代表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辍学孩子的父亲对孩子返校复学的时间 做出了郑重承诺 在怒江州的村村寨寨 国徽 国企 国歌 早已融入百姓的生活 各族群众主动挂起了五星红旗 升国旗 唱国歌 代表着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感 认同伟大祖国 认同中华民族 认同中华文化 认同中国共产党 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把人民放信上 人民就把谁放信上 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广大人民听党话 赶党恩 跟党走 这是独龙族村民高里生 给传统善歌阿悠悠填则创作的歌曲 《幸福不忘共产党》 独龙族群众人人都会唱 这首歌的话是由我们村民 村民也是个党员 他创作出来的 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共产党的党 他今天也在当中吗 因为在街上有一个 就是南南的小故事 南南的小故事 我们南南的意识是一道的 每到星期三 独龙江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 都会以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开始 感恩共产党成为乡亲们的共识 更化为了各族群众的实际行动 怒江州毗林缅甸 边境线长达450公里 在卢水市片马镇 寻边员普才带领的 由建档利卡户组成的寻边借物小组 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装备都带好了 我们就吃饭 在中国和缅甸交接的漫长国庆线上 活跃着无数这样的寻边借物园 借物园对自己管护的边境一线 了如指掌 哪里有山传河流 借杯借庄 通道出口 他们都一清二楚 人们称他们为火借庄 在边境线上 只有人才是永不挪位的借庄 每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 每一座村庄就是一座哨所 守边护边的意识 已经深入各族边民的骨髓 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 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建庄的水坏程度 这个涨多了它会跌下来 流下来 我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描 感觉到很骄傲 很自豪 在背上的这个中国这两个字 跟皮神的这个中国两个字呢 它意义不一样 名字的时候心情也不一样 嗯 差不多干净了 新的水坏没有发现 我们拍个照吧 两位跟我们的建庄一样算 在云南境内中勉边境县的最北端 贡山县独龙江乡 马库村 独龙族群边缘狄志欣 最近总是带着17岁的儿子 一起去寻边 让他熟悉沿途的情况 狄志欣想 将来自己老了 走不动了 孩子能够接他的班 这个工作是可以说是 我们这个边疆地区最好的工作 最荣耀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借务工作 狄志欣的父亲是一名向导 曾经带着一批批解放军官兵 去寻护戒备 狄志欣耳濡目染 从14岁开始 他就跟随父亲和解放军们 寻护在祖国的边界上 如今 安宁祥和的生活 是几代人坚守换来的 山林和戒备 承载了狄志欣太多的情感 他希望 这份荣耀能够让孩子们延续 以前的收入就是 每年就是才有一两千块钱 现在的收入就是五六万块钱 现在生活也过得相当好 比以前好得多 我们只能是幸福 结尾幸福和边疆 就是我们的回国 回国国家的就是那么一点点 心怀感恩的边疆人民 他们对国家所做的 朴素回报 就是建设好家乡 守护好边疆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一散业的家乡 是福贡县十月两乡的亚朵村 这个坐落在中年边境上的小山村 背靠高丽贡山 面对碧螺雪山 常年云雾缭绕 是个高山云雾出好茶的地方 2018年 他看到家乡茶叶的发展机会 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涯 回到了家乡 2018年 通过开展万企帮万村对口帮扶 亚朵集团向亚朵村茶叶合作社 免费提供了茶叶经加工设备和技术支持 祖祖贝贝传下来的亚朵茶 依托亚朵集团的销售渠道 走出了大山 毕竟自己在外面 闯过几年了 也有一些见识 自己村里面的话 有河朵 拉白西亚 那是没有什么维话的 能够带动他们 所以我才会上去崛起回来的 回到家乡的一散业 成了亚朵村茶叶合作社的负责人 茶叶合作社计划三年内 新增茶园面积2000多亩 合作社农户扩大到300户 让更多的村民拥有稳定的收入 现在全国157座城市 都有亚朵茶的销售点 人们喜欢亚朵茶 除了茶叶品质好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 来自亚朵村的茶 每一盒都带着茶农们的情意 就像给远方的朋友 烧去的一份礼物 下面写了我的名字 这些茶是我家茶地出的 人们在茶香里品到的是 蓝天 绿水 清新的空气 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甘甜 一片茶叶承载起亚朵人 浓浓的香情 如今年轻人纷纷选择回到家乡 为家乡的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动能 大学毕业后 90后姑娘 何健如回到家乡 成为了卢水市卢掌镇 浪霸寨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 回村后 何健如发现 老乡们的农产品 很难卖出去 由此 何健如萌生了开网店的想法 希望通过网络直播 帮助村民销售大山里的土特产 网络上的农产品千千万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 何健如尝试以大山做背景 穿着民族服装做直播 现在我们要开始去直播 这个真的是路非常难走 我们一会儿就从这边 从江的西洋溜到江的东岸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开始过绿色了 很痛啊 很痛啊 我快到了 大了 你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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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到了 这边 然后跟着我们去做 大家好 今天欢迎来到直播间 我们今天为大家 卖的是核桃 为大家带来的是核桃 这是我们农户自己种的核桃 自从倩如姐姐 把这个弄出来以后 我们就没有去街上卖过 这还挺省事 挺省事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我自己采的香菇 今天从山上找来的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诺江的黑山羊 我们这里土鸡蛋很好 土鸡也很好 欢迎大家来为我们的土鸡和土鸡蛋 多多关照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我们农户自己种的核桃 2019年 电商小村官和倩如 带着浪霸债村的乡亲们 通过互联网 卖了80多万的土特产 村里有了电商交流群 开网店做卫商的人 越来越多了 山外的人们也通过网络 知道了浪霸债村 打山里的这个小村庄 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网红村 走上了美丽乡村的发展之路 2019年广州博览会 一个身穿怒族服装的汉子 正穿梭在展馆里 给大家推荐家乡出产的老母灯茶 这个人叫浪霸倫 是小有名气的怒族歌手 他曾经凭借一把吉他 在山外四处闯 现在浪霸倫多了一个身份 网红民宿老板 玉武林的民宿开在福贡县的老母灯 在当地民族语言里 老母灯的意思是 人们喜欢来的地方 今天他经营的这家 露苏里一武林客栈 又迎来了前来打卡的游客 客栈的名字一武林 取自老板名字玉武林的血音 这里推窗就能看到黄冠山 大峡谷风光尽收眼底 这样的半山酒店 因形旧式融入自然 契合着山地旅游的发展趋势 每个住在150客栈的人 都折服于这里的美景 因为这边的山 然后就是有那个峡谷啊 然后那个山也都很高 就看起来那个景色很漂亮 是会很令人震撼 就是看得起来 会觉得说来这一趟 这是很值得 走起来 走起来 全村旅游业快速发展 得益于这里良好的生态 和优美的环境 在玉武林的带动下 村里已经开了18家 民族特色浓郁的民宿 来到老母灯 游客能吃到当地特产的走地猪 琵琶肉 喝到老母灯茶 欣赏到怒足传统乐器 达比亚和口弦的演奏 我一个人富老 我一个人好老不算好 我就是最期待的就是 希望所有的村民都参与到这个旅游服务 行业用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把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好 大家都一起 这是我最大的欲望 今天的怒江 绝对贫困正在成为历史 美丽也成为新的名片 2019年12月30日 怒江美丽公路建成通车 这条交通大动脉 从北到南贯穿怒江周全境 连通了沿途三十多万各族群众的新生活 也融入了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的历史兴集 峡谷怒江养心天堂的旅游品牌 必将大有可为 峡谷怒江从人人牵挂的地方 变成人人向往的地方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包括怒江在内 全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茂 完成中国历史上更古未有的伟大跨越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脱贫摘茂不是终点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怒江既要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又要成事而上 书写更好的日子更美的怒江 脱贫攻坚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前无古人一项伟大的事业 所以怒江确实 我们叫它是脱贫攻坚的上干领 因为它条件比别的差 所以你把上干领都供下来了 那其他地方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确实它具有典型意义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历史已经铸旧 历史正在创造 历史终将铭记 铭记我们这代人的奋斗 工地上气血鸿鸿鸣 一地搬迁新社区换升校园 校园里书生蓝蓝 闭空下红旗飘扬 党的建设在路上 为人民服务在路上 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 永远在路上 劈开千山万刃 越过层层风轮 奔腾的诺江 以每一阵浪 荡敌荡下 积月壮阔的新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